爱美不单单是女孩子的权利 男孩子也有很爱美的 希望自己可以变得帅气一点 现在整容事业发展得很快 每年假期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生女生 会选择去整容医院微调一下自己的容貌 即使现在的整容技术还不是完全成熟 还是会冒着风险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伙聊聊 在娱乐圈中有过整容历史的男明星一点 罗志祥必识罗志祥 作为亚洲舞王 他的舞蹈在亚洲都是名列前茅的 同时他也以个人的比较搞笑的风格特点 深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在国内的某当真人秀节目中 他的表现让很多观众捧扑大笑 可是对他不熟悉的人隐许不知道 罗志祥也在自己的脸上动过手脚 他以前是个单眼皮的男生 现在你会发现他成了双眼皮 有没有发现呢 二点鱼龙龙这个人的名字 也许很多朋友都不太熟悉 他是通过某当选项节目中出道的男歌手 现在也进军了演艺事业 在某个电视剧中饰演了一个配角 又走入了观众的视野 以一种古风的打扮 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他对自己的容貌也有一定的要求 据说他曾经对他的下巴有过稍微的调整 三点 胡歌最为现在演艺圈公认的好演员 胡歌也有过整容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其实他不是对自己的容貌有过多的要求 是因为在一次的事故中 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不可逆转的伤痕 为了以后的演艺事业不受的影响 就做了直皮手术 如今他的帅气是让很多女粉丝都无法抗拒的 虽说在眼角处还能看到一点的伤痕 不过却是这一点的伤痕让他变得更成熟 更有故事 四点陈学东作为小四电影里的男主角 能被小四选上 不仅是有着高颜值 好身材 更多的是他的演技获得小四的赞赏 可是通过观察他出道前的照片 是不是发现他的眼睛似乎有些变化呢 从曾经的小善眼皮变成了如今的双眼皮 而且眼睛也变大了很多呢 有没有注意到呢 原创作者罗伯高颜进抄袭 抄袭必究